Yo,大家好,我是汉哥,今天继续来跟进市警赛第三及第四天马来西亚队的消息。 首先来看看的是南丹的消息,我们的大马一个黎子佳,成功于2比1立刻巴西选手,但可惜,刘国伦未能战胜对手,直步32强。 黎子佳,成为了在大马南丹项目的独瞄,并将在16强对上Wittinghurst,如果取胜,则很大可能会对上夺冠热门之一的安东森。 那这一季的赛事有很多好手都没有参赛,而安塞隆及周天称这两大竞敌也相继出局。 因此,黎中文也呼吁黎子佳抓住这次的机会,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夺得世界冠军的选手。 而拉西也认为,虽然黎子佳的目标只是晋级八强,但是低调并没有错,因为只有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身体。 那就目前来说,黎子佳,安东森及洛天佑都已经成为了夺冠热门之一。 那虽然就比赛来看,黎子佳的状态并不是最稳定,但希望他接下来能够越战越勇。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南双的成绩。 目前,马来西亚的四只南双都已经成功晋级16强。 王妖星及张义宇成功与2比0战胜丹麦对手,接下来将对战印度选手。 而武士飞机翼组定,则将在16强对上奥运冠军黎阳及王麒麟组合,希望他们能够在印尼公开赛之后再战胜对手。 那如果两队都胜出,他们将在8强狭路相逢。 而另一边的双位组合,在以2比1拿下对手之后,将在16强对上德国组合。 那最后则有2比1战胜张乃及欧宣义的谢苏组合。 那他们将在16强,再次对战另一支中国组合。 而若成功晋级8强,则很有可能对上自己人双位组合。 而如果这四只队伍都能够战胜自己的对手,大马就能确保拥有两支球队晋级4强。 那接下来是大马扭霜的成绩。 那迪纳及陈康乐,在昨天上阵的时候立战三局,败给了香港对手,无缘下一拳。 那这也宣告了,马来西亚在女单军女双项目全军覆没。 那看来马来西亚女队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才行。 而在混装方面,大马派出的三支队伍都成功晋级16强。 其中,率先出战的陈建明及赖佩军成功与2比0战胜印度选手,将在16强对上塞会3号种子。 陆边勇大及东野有沙组合。 徐帮荣及谢以西因为对手退赛,在16强等候德国选手。 吴迅发及赖佳敏在战胜泰国选手之后,将对上香港选手。 混双在这次的赛会上也迎来了大爆了。 头号种子亚斯组合,以1比2的成绩败给了香港组合张德正及吴永荣,吴远三连贯。 随着中国的另一支混双也出局,中国对这次未有球队晋级混双16强。 今天,12月16日,马来西亚的选手们将细数登场,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今天的表现吧。 顺便提一下威迪玛拉的奥运4强选手戈登这次也有参赛,并且已经晋级16强,将对上拉夏胜。 那这是戈登,是2011年之后再次参赛。 而上一次参赛,他更是在首拳就爆冷战胜了成龙。 那这一次,让我们来看看他会不会打出惊喜吧。 而尼日利亚南丹,奥佩约利,在比赛中的精神也是值得大家赞许。 那即使在0比20落后的情况下,他仍然没有放弃。 那在场边接受医疗之后,就马上回到场上继续比赛,还最终成功抢下一分。 那他在赛后表示,自己从未想过退赛。 那他相信只要不断的尝试,总能成功收获一分,而他也确实做到了。 那说真的,他们来参赛非常的困难,所以相信他们也格外珍惜这种机会,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们。 那最后,让我们来看看一下关于紫色联盟的消息。 这次,吴景卫将在12月21日开达的紫盟雨联直月球员赛,代表北海俱乐部出战。 而这次的紫色联盟只让23岁以下的球员参与,并有10支队伍出战。 那他们将被分成两组。 而各组战绩最好的两队将晋级四强,而吴景卫坐镇的北海俱乐部,会是塞灰头号总值。 那今天关于市警赛的消息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